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我还得继续打 我是刚一抬手 结果他自己删自己嘴巴了 把自己删的他妈都不认识到 你要是再敢背着我藏私房钱 我把你打成癫痫 家是和谐的港湾 但也时而荡起涟漪 家里有温馨的童话 也会有磕磕绊绊 无畏杂成 各有各的感受和收获 和谐相处 乐万家 人间处处有真情 妈 敬请收看系列节目 家和万事兴 这么晚了谁啊 肯定是来送礼的 优秀的小品 都注重从生活小事中 发掘深刻的意义 小品深夜门铃声 就是这样的佳作 深夜楼下单元门的门铃声 却在各个家庭中 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小小门铃声成为 敲打心灵的试金石 这不是门铃声 这不是门铃 这是警钟 小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生活现象 也抨击了假恶丑的行为 喂 你好 我社区主任喜姐 什么 酒栋门口有人喝醉了 行 我马上过来 喂 亲爱的老婆 求求你给我开一下门吧 我保证以后我再 好嘛 又给我挂了 又给我挂了 行 你今儿晚上要跟我不开 我按一夜的门铃 我看你开不开 这么晚了谁啊 不知道啊 我来 老婆脚 知道 老婆脚 知道 喂 亲爱的 我 亲爱的 谁啊 可能打错了吧 那过来把脚擦了 亲爱的 亲爱的 要出事啊 叫你过来擦脚 来 来了 亲爱的 我问你个事呗 说呗 如果两口子在家正洗脚呢 突然一男的按门铃 还叫亲爱的 你说几个意思啊 哎呦你傻呀你 跟你说啊 这个女的肯定在外头有人了 哎呀 才不对啊 这男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人老公都在家呢 他就敢缺 说你傻呗 肯定是这女的 没来得及通知那男的 对 本来今天我加班 我是临时条的班 我都没来得及通知你 你怎么来得及通知他呀 把心发 我一接到电话就知道是你 赶紧的 回家回家 走 我没有门卡 你没门卡叫你老婆开呀 她不开呀她 这下知道了吧 没人给你开门了吧 这样 你来按门铃 我来帮你说 谢谢老徐姐 我谢谢你了 你少得点 我来给你 站住 我来 喂 请开下门 女的 女的 听见了 几个意思 意思 意思就是 如果是个女的 那就是我外边有人了呗 不是老婆 我 刚刚你可跟我说是男的 还倒打我一盘 马心发 肯定是你把嫂子的心给伤了 这下好了吧 回不了家了 这样 起来 起来你 你干嘛 好好的给嫂子认个错 说点好话 快 行 我跟她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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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话啊 怎么又变男的了 我家有个男的 我 我一直是男的呀 我知道你是男的 你在干啥 我在跟我老婆洗脚啊 什么 你半夜三更的在我家干什么 你家 我在我家 你住几年级啊 九零七 九 对不起 按错了 对 你有病啊你 老婆 老婆 你干嘛 今天我要把这门具给拆了 对 拆了 还喝 还不知道要喝出什么事来 这样 你在这坐着啊 不准再乱按门铃了 我到屋野去给你拿卡去 我就不信了 这么大单元就没个好心能帮我开下门 你看 这四楼上还亮着灯呢 我再试试 这么晚了 谁啊 肯定是来送礼的 收吧 你收吧 早晚收出事 等一下 我来 注意说话的语气 喂 你谁啊 我是你上面的 我姓马 姓哪 你上面的 你们新调了的那个纪委书记 好像就姓马 是 是 喂 糟了 纪委书记找上门来了 叫你不要收礼 叫你不要收礼 你看这 喂 怎么办呢 怎么不说话 喂 喂 您看今天都这么晚了 要不等到明天吧 马书记 马书记 喂 喂 喂 谁马书记啊 我是住在你上面的邻居马兴发 请你帮我开开门吧 住在那个楼上的酒鬼马兴发 你吃饱了撑的呀 你没事 我 你吓死我了你 没做亏心事 你吓什么呀 你这是 我当官这么多年 一直是两袖清风啊 你都很支持我呀 怎么这 要退休了 你还 我想反正你都要退休了 所以我就 行了 别说了 其实啊 这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今天这个门铃声 想得好 这不是门铃 这是警钟 吓了一跳 别让我吓决心了 今天晚上 你就把所有收的那些 都给我列个清单 明天早上啊 我自己去找鸡尾 马尼王啊 我跟你说 这门卡我给你拿来了 谢谢了 门我也可以给你开 谢谢 但是你必须保证 从现在起 再也不去喝酒了 你放心 喜姐 经过今天晚上的遭遇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小心 运气来了门都挡不住 和谐相处 乐万家 人间处处有真情 静静书看系列节目 家和万事兴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住在对门的两户人家 因为丢垃圾的小事 发生了冲突 两位男主人巧妙地 化解了冲突 邻里之间的啥事不能说 你去给人道个歉去 其实我也有错 不好意思 小品邻里之间告诉大家 互相谦让些 理解点 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和谐 我们下 宝贝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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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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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嗯 嗯 嗯 чуть 小姐 玩球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被我发现了吧 这可人家门口 没看见呀 还往人家门口堆垃圾呀 你在家呀 也不知道是哪个不想演的东西 往我们家门口丢垃圾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 屎克郎啊 屎克郎是吧 我倒是见着一个穿长裙子 梳一个长头发的屎克郎 你骂谁呢 谁搭肠我就骂谁呗 你就是个老狐狸 说谁老呢 我说你呢 你小妖精 老狐狸老狐狸就你老 我说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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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动手 不行 不行 哎呀老狐 不是媳妇你怎么的了 我告诉你啊 我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要么让她们搬走 要么咱们就搬走 我跟你说啊 你不用咱整那个嘴脸 我跟你说 今天 你要不让那个小妖精给我搬走 你就给我搬走 不是啊 第一 这个事情不值得 第二 咱们三年搬了五次 实在是搬不起了呀 搬不起啊 就是你没有能力 我告诉你 没有能力 我这么如花似玉 我就跟你离婚 哎呀 你又干啥呀 我问你 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 你说什么 好吗 你 你 媳妇 别别着 哭出来 哭出来 曾几何时 我依然决然嫁给了你 我的父母不同意我嫁给你 但是你仰望下 你男神的背影 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才让我觉得 你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媳妇 停 打谁 老公 对面十二点钟方向 好 等待我胜利的小姐 老公 加油 给我备好九个餐 是吗 今天你要是不去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最后面 都想留人 用的是盆啊 老婆 这样 我答应你去好不好 你先去屋里休息一下 我像一个男人一样 去战斗 别动 冷静 老吕啊 老江啊 你说就因为这点破垃圾 他至于吗 是啊 简单收拾一下就干净了 对啊 多不出 我们两个把它打扫一下吧 哎呀 好主意 不是啊 不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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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 别客气 我来 我来 哎呀 来 扔掉 哎呀 你看 这多好 就是嘛 简单的事情嘛 哎呀 老吕啊 你家这门框有点脏啊 我帮你烧烧吃 哎呀 有点脏 我帮你打一下水啊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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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我一出门我就看到吕先生了我看到他那张脸我心中就是一团的怒火呀我这举起鸡毛杂子我刚要动手他跪下来了他给我陪你道歉还把那个垃圾给扔走了 这我觉得不够我还得继续打我刚一抬手结果他自己扇自己嘴巴了把自己扇的他妈都不认识他了哎呀鼻青年重啊脸毛金星啊太惨了 哎呀那扇的他妈都不认识他了不认识了肯定不认识了哎呀那那这个有点惨啊 嗯必须惨 哎这个老公啊其实这个事也不至于这个今天嘛我也有点错 啥意思啊 哎呀不是 就是今天嘛我呀也往他们家门口这个踢过垃圾 闹了半天是你惹了我呀 哎呀不是小点小点干什么 你什么人呢你 哎呀不是我今天我一下班回家我这还没到家呢我就看在家门口就一包垃圾 你知道我当时我就怒火中烧然后我就给踢过去了 哎你怎么就你怎么就知道是人对门扔的呢 哎呀 要是其他人扔的呢 不是你看咱们一共就两家淋里淋序对不对那不是他们还能是谁啊 哎呀不跟你说了你自己进去去 哎呀不是不是老公老公你说那怎么办我知道错了 那怎么办 那邻居之间有事好伤啊对不对 是对 邻居之间的啥事不能说呀 对我知道 你去给人道个歉去 我不好意思我啊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哎呀不是老公那要不然你陪我去呗我我就好意思了 走走走走去去去去 怎么样搞定没有 当然搞定了我充分遗传了你的基因啊传染了你的基因 发挥了阳刚之气 在我出去的时候刚要有一团怒火就要爆发 马上就要爆发小宇宙的时候 爆了 爆了 没想到一回头看到他正跪到地上给我赔礼道歉呀 我当然也不能饶了他 我好好的批评教育了他 然后他跪到地上把整个地面都打扫干净了 跪着打扫他 无体投地 这是不是有点严 老公啊 其实这事我也不弄 老婆你说什么 其实这事我也有责任 有责任 有什么责任 是我先往他人家倒垃圾的 你先往人家家倒垃圾的 你瞧点声让他听见 你这是不讲道德呀 你说谁不讲道德的 你打我也好你骂我也罢 你就是不讲道德 我 我 老公 那你说咋办呢 来 跟我坐 摇杠自欺 自欺 放下 走 跟我去道歉 走走走 给人道个歉怕什么呢 走走走 听话啊 走走走 听话啊 小妖精 老狐脸 哎呀 怎么说话呢 不是 好好说忙 走一下 那个滴妹啊 不是 大姐 那个今天这个事吧 挺不好意思的 那个 对不起啊 其实我也有错 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 怨我怨我 只要怨我 怨我真怨我 那好 那既然这个事都解决了 你这样 我们家正做好饭了 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好吗 咱们家有好酒 上我们家吃点 上我们家 和谐相处 乐万家 人间处处 有真情 静静收看系列节目 家和万事兴 演料 演料 必有奥妙 哎呀 哥 《私房钱》 是小品类作品中 经常出现的题材 在《大雨过后》中 创作者采用了夸张的手法 展现了一位 挖空心思藏私房钱的丈夫 小品笑料百出 却也引人深思 你得慢慢地 坠入壁紧一个小桥 慢慢地往下死 家庭的和谐 还是需要依托相互的关爱 你说过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钥匙 这大雨下 这大雨下 大媳妇给我下的 我没吓死你啊 没有 你说你还能干点啥呀 你知道外边雨下那么大 你看看这给我淋的 我给你拿伞去了嘛 你管这叫伞呢 这是棍儿啊还是伞啊 棍儿伞 少废话 那媳妇你歇着 我上厨房给你切把拉茄子 给你熬碗姜汤 回来 我问你 月底了 工资发了吧 发了吗 发了呗 你看 那个媳妇这五千块钱 我跟你讲 一分都不少 老公真好 咱俩不是说了吗 结婚时候我就说 我说咱俩前上绝对是透明 这时候好老公 老公 这二百块钱拿着 媳妇 不用 你上个月给我那二百还剩一百五 真是我好老公 都知道给家省钱了 媳妇我不都说了嘛 是吧 咱俩在一块 我绝对不再背着你藏一分私房钱 老公你真好 骂起你 这怎么数钱 还不管门你炫富呢 咋又是你啊 不是呀 上个月管你借你一千块钱还你 这钱是我的吗 是啊 你得好好想想 是 不是 那不是上个月我上我发没钱了 你给我拿一千块钱吗 那这钱是我的 对嘛 行你走吧 往哪去 往哪去 往哪去啊 咋回事一千块钱 媳妇我承认 这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是我藏的私房钱 你别生气啊 你别生气 下个月不是你过生日吗 我店里给你买一双鞋 真的媳妇我除了这一千块钱 多一分都没有了 就想给你个惊喜 真的 一分钱多的都没有了 就咱这一千 下不为例啊 老公你真好 那行 哥那我先走了 剩下两千下个月还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媳妇我跟坦白 我真的 我确实攒了点私房钱 但是就这三千 多一分都没有了 你相信我真的 就这三千呢 就三千 一分钱多的都没有 我就信你一次 来 老公啊 你要是再敢背着我藏私房钱 我把你打成癫痫 买菜去了啊 有人走啊 爱你啊 大宝尬你这啥事 你给我下来 咱的了哥 跟你说多少遍了 当你嫂子面 别老跟我提钱 男人啊 藏点私房钱很正常 老弟也有一次 藏私房钱不成熟的经历 藏一百块钱被发现了 藏哪儿了 藏在鞋里了 还有你说这地方 不容易被发现的 我藏一百个肛门 你没把他脚割罪啊 你看 你行 我怎么的啊 你行钱全要走嘛 哎呀 这点钱对于哥来说 那是九牛一毛二 你看看这是啥 啥呀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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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有奥妙 哎呦我哥 烟钱 酒钱 哎呀 饭钱 齐了 哎呦我哥 你太烈了你 你再看看哥 西装倒是里有啥 西装 你没穿西装呢 哎呦我哥 李怀里还有 哎呦我去 哥呀 啥也不说的 你是投的你 不要盲目的崇拜 啊 毫不炫耀的讲 哥家里遍地都是钱 哎呀 你今天要尽存吗 啊 啊 每一个家藏钱的地方不太一样啊 好比说鱼缸 鱼缸 那就是一个藏钱的绝佳地点 藏鱼肚里 可以藏个岗帮子 你首先 把秀慢慢地返下 顺着鱼缸 晚下 嗯 在海洋球底间 或许你就会发现一个 塑料袋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 他承载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希望和梦想 这都是小强 藏大强 大强的想法 大强都藏了 我们家啥最大 我嫂子 我没说强力 我面子 我呀 你是哪家 你好好想想 地板 把地板抠开 把钱塞里 地板是一面的 对呀 可是壁纸是三面的呀 哎呀 真是 我跟这个 我这个壁纸 那个墙壁之间给我留个夹藏 把钱藏在里边 拿的时候 神不知归不觉 哥 撕壁纸声大呀 不对啊 这声就大了 你得慢慢地拽住壁纸的一个小脚 慢慢地往下死 这事就对了 那啥那个 嫂子回来 嫂子你坐来 嫂子 嫂子你快坐来 哎呀 气氛有点张嘎 那个 你去整一朵瓜 你还是不行 咱开空调聊聊吧 有钱啊 好 开空调聊聊聊 来 开了 哈哈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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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 那个 哎 这回彻底涼快的 天塌了 哈哈哈哈 啊 熊贵哥送你一会儿啊 回来 坐着 站着挺好 坐下 喝酒 泥 泥 别生 fiz 阿 泥 泥 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